都说好吃不如饺子 这个饺子馅在家怎么做 才能肉香味美 鲜嫩多汁呢 有些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我现在咱们准备空碗 碗中加入葱丝 姜丝 花椒 八角 加入300毫升的开水 盖个盘子 给它焖至20分钟 准备三肥七瘦的猪肉馅 加入姜末 盐鸡精十三香 少来点胡椒粉 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给它翻拌均匀 泡好的料水 咱们过得出残渣 接下来的这一步很重要 咱们把料水分三次倒入肉馅里 边倒边朝着回家的方向 给它搅至上劲 边倒边搅 让这个料水充分的融合在肉里 这样做出来的肉馅 才鲜嫩多汁 接下来咱们再加入一勺蚝油 打入一个鸡蛋 让这个肉馅更鲜 更能锁住水分 最后肉馅上咱们再放上葱花 用热油给它炸香 炸出葱香味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即可 这样豁出来的肉馅包饺的 保证您是鲜嫩多汁又好吃呀 炸香味